歡迎收看 下一位主持人 旅客賽報機場櫃台 人潮大排長龍 想確認 得先等半小時以上 桃園機場大廳 人山人海被出國民眾盤踞 民眾說就怕塞在路上 趕不上飛機 特別提早出門 正常是兩個小時 我們今天提早 到三個小時以前就過來 因為怕有返鄉的人潮跟那個 就是我會請客人提早 大概三個小時到機場這樣子 海關區更是塞得水泄不通 桃園機場公司說 2018年除息運量 預估有11.5萬 雖然沒有預期的多 但是春節單日最高是14萬人次 比去年成長9% 高速公路一樣塞塞塞 就像大型停車場 車子走走停停 塞車地雷區 從國一湖口到竹北 車況一度紫爆 時速只有18公里 想到達目的地 時間得花三倍 彰化到補煙系統 車程原本只要8分鐘 除息這一天要花半小時以上 塞車多花4倍 國三英格系統 到關係對駕駛人來說 更是耐心大考驗 14分鐘車程要花42分鐘 塞車時間多3倍 除息返鄉出遊 陸空疏運各個單位繃緊神經 民眾最好提早出門 別換了有幸 CENSEAN 正式新潘趙雯 SNG小組綜合報導 比特曉